由于三国演绎的风靡 曹操是中国名其最大的历史人物之一 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程度了 曹操也因其更为真实 饱满的形象 而赢得了大批拥盾 在他们看来 曹操不仅是三国军事的最强者 也是整个中国 甚至世界数得上的军事家 政治家 对于一个历史门外汉来说 这样的看法属实正常 但如果他们也能看到曹操如此之多的败仗 是不是会稍微改变看法呢 好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明确记录 在正史中曹操的败仗 一 出平元年汴水之战 曹操vs徐荣战败 到行阳汴水 与浊将徐荣 取战不利 士族死伤甚多 二 出平三年 青州之战 曹操vs青州黄金 前期失败 太祖将不计千余人 足抵贼营 战不利 死者数百人 隐还 三 兴平元年 浦阳之战 曹操vs吕布 前期失败 不出兵战 先以济犯青州兵 青州兵奔 太祖沉乱 石突火出 坠马军败 四 星平二年 曹操vs元术部党败走 星平末 元术部党与太祖公结 太祖出 微寇所追 走入秦市 波南开门受之 五 建安二年 万城之战 曹操vs张秀 被偷营 典尾战死 此战曹操还丢了大儿子曹昂 公道晚张秀祥 今儿悔之 复返 宫与战 军败 为流石所重 六 建安五年 关渡之战 曹操vs元朵 前期失礼 八月 寿连营烧前 以沙堆为臀 东西数十里 宫一分营与相当 何战不利 是宫兵不满万 伤者十二三 其建安八年 夜城之战 曹操vs元上 出战失败 曹军进 上逆击破曹 曹军还许 拔建安十三年 赤壁之战 曹操vs刘备 周瑜 战败 攻至赤壁 与备战不利 于是大义 历势多死者 乃引军还 赤壁之战 富如皆知 曹操以较大的兵力优势 毫无反击之力地 惨败给了对方 九建安十六年 同关之战 曹操vs马超 失败 河水级 比度留四五里 超等 骑锥射之 始下如雨 诸将建军败 不知功所在 其皇聚 致见 乃悲喜 或流涕 十建安十八年 如须之战 曹操vs干宁 战败 曹操出如须 耗布计四十万 临将银马 全率中七万应支 是宁领三千人 为前部都 全密设宁 使夜入魏军 宁乃选手下剑 而百余人 竟指曹工营下 使把鹿角 与磊入营 战得数十级 十一 建安二十年 阳平关之战 曹操vs张卫 前妻实力 秋七月 公至阳平 张卫 使地位 与将阳昂等 据阳平关 横山筑成十余礼 公之不能拔 乃隐君还 十二 建安二十二年 如须之战 曹操vs吕蒙 战败 后曹工又大出如须 全以蒙为都 据钱所立乌 至强弩万张 于其上 已去曹工 曹工前锋屯未救 蒙功破之 曹工隐退 十三 建安二十四年 汉中之战 曹操vs刘备 赵云 未战过 汉中之战 曹操损失惨重 最为倚重的将领之一 夏侯渊 也被刘备军队击杀 此战的结果 是曹操完全放弃汉中 刘备才有机会 自称汉中王 为称帝打号基础 此外 关羽以三分之一 荆州之力北上 曹操派出的援旧七军 全军覆没 久经沙场 破为曹操倚重的 左将军于晋 甚至投降了敌人 曹操也一度被关羽的冰封 逼得小从许昌 迁都到黄河以北 最终 还是靠外交手段 让孙无从后偷袭 才化解了这一危机 以上败仗是从史书中 大致斋路的 难免挂一路万 但足以见曹操败仗之多 败仗之惨了 从这些战力中 确实有一些是实力 比较太过悬殊 比如曹操刚起家时 用临时争目的香勇 硬扛董卓旗下 最精锐之一的徐荣布 在强悍的官僚铁骑面前 此时的曹操实力太过弱小 失败不足为耻 也不能作为曹操军事水准的判断依据 倒是可以因此赞一下曹操的勇气 但其他战力就并非如此了 从中可以看出 曹操作为将领的很多缺憾之处 张秀一战 曹操在一开始取得一定战果后 既得意忘形 甚至还引人审神 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勾引张秀大将 在进行这一类操作的同时 曹操却完全没有做好赢债的防卫 让张秀夜里偷赢成功 刚收的大将典尾 长子曹昂都在此战战末 曹操本人也是侥幸偷生 损失不可谓不惨重 对一个一流或超一流的将领来说 这种大意 或者愚蠢行为导致的情况是绝不允许发生的 他们始终非常严谨 绝不会轻视任何对手 对任何意外情况都会有足够的预案来应对 绝不会给张秀这样等级的对手 以这样的机会 相比之下 曹操则表现得过于情绪化 或者说不那么专业 被张秀偷赢等类似的情况 在曹操的军事生涯中也多次发生 比如在同关初战 曹操同样情敌冒进 也差点被对方击杀 此外 曹操在面对袁绍时 其实赢得非常侥幸 若非许优之徒恰好送上了关键情报 曹操顶不住撤军的概率也相当之大 再者曹操的军事水平飘忽不定 下线较低 经常会输给看起来非常不怎么样的对手 袁绍很难啃也就算了 但是曹操打袁绍的儿子袁上袁谈 同样占不到多大的便宜 还得靠着兄弟俩内斗才能火中取力 渔翁得利 面对素来被认为有勇无谋的三姓加奴的吕布时 曹操也吃过多次败仗 曹操也经常体现出对军事政治战略能力的缺乏 曹操经常顾头不布定 为了给父亲报仇屠杀徐州 使徐州父老对其恨之入骨 而刚拿下的衍州根据地 又被吕布和陈公偷家 习度茫茫如丧家之犬 若非寻语和成语苦苦之称 曹操可能真的要无家可归 只能投奔袁寿了 赤壁之战也必须要谈一谈 把船横在大江上 用铁锁连成一片来打造水上城寨 如此举动显然是水战大计 表明曹操对水战的生疏 而不属水战 又偏偏要和熟悉水战的孙吴在水上对类 这又是一种对敌我双方实力估计不足的兵家大计 且曹操在此战中也表现出了 对天时和地利利用的严重不足 大汉中则完全体现了曹操的软肋 首先靠着张鲁的投降白捡了土地 但放着鼠中一日三阵的大好形势无法利用 反而说什么人心不足 既得龙 富旺鼠 完全表现出对军事上最重要的实际把控能力的严重缺乏 所谓兵贵神速 那么点时间窗口 在犹豫中很快就稍纵即逝 这也是一流将领和二三流将领的最大差距之一 不仅如此 曹操之后又在多次和刘备的正面对决中逃不到半点便宜 自己走后留下的布置又很快被刘备轻松击破 主要大将夏侯渊临阵兽兽 汉中德复师 要知道在整个中国历史上 占据汉中关中的北方势力 被蜀中势力反杀的案例都极其之少 那么曹操的军事水平应该如何定位呢 可以从两个维度来判断 其余是按照帝王的标准 白手起家的帝王 统一全国和没能统一全国的 显然应该分为两个档次 刘邦一年定三秦 五年定天下 所展现出的实力不知道要比曹操高到哪里去了 李世民 朱元璋 甚至朱温之徒 实力都显然在曹操之上 李世民如此评价曹操 临危至辩 料敌设奇 一将之志有余 万圣之才不足 等于说曹操的水平就是一个中等偏上的枭雄 还是相对比较客观的 毛泽东曾如此评价 朱温楚四战之地 与曹操略同 而狡猾过之 如果纯论军事能力 一路北伐 弃吞如虎的刘狱 也要比曹操高明的多 而奠定宋朝基础的周世宗 以及战功颇为显赫的宋太祖赵匡印 军事水准也未必在曹操之下 曹操没能统一全国 与其说是刘备孙权较强 不如说是曹操就是没那个实力 故此按帝王的标准来看 曹操在中国历史上 最多一流半到二流 和超一流和一流有较大差距 更遑论加上全世界所有的帝王了 其二是按照军事将领的标准 这首先就要从胜败仗的比例来看 古今中外能做到大小百鱼战 但从无败计的将领并不少 第一当然是从马其顿打到印度 13年打穿亚欧大陆的亚历山大大地 其大战录 战略 战术等各方面的能力都陈于顶峰 战争艺术更是出神入化 无论是面对大型会战 遭遇战 突击战 山地战 工程战 偷袭战 水战 还是将曹操射得狼狈不堪的游牧骑射战术 都能真正做到灵敌制变 在电光火石之间马上以最佳方式应对 每次都能彻底击溃对方 堪称战神 中国古代能做到不败的有白起 岳飞 李靖 郭子怡 霍去病等人 但有几个人战力样本太少 白起的战绩看起来杀敌很多 但真正开拓的面积不多 水分很大 海外则还有大西碧阿 其对手是令罗马人都胆寒的汉尼拔 靠数千精锐私兵和其他杂兵加在一起万把人 重新征服北非和意大利的贝利萨流 横扫波斯和东罗马两大帝国的安拉之舰哈利德 当然还有黄金家族后裔 杀遍天下无敌手的中亚超级霸主铁木尔 此人战力之强可以正面击溃上升期的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大军 和这些超一流的将领相比 曹操显然有很大的差距 曹操的战绩成绩单上如此之多的败仗 就已经让他和超一流和一流无缘 和帝王维度的评价类似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 曹操作为将领的水平 最多能挤进一流半或二流算上世界历史 那最多最多只是二流 总体在二流到三流之间 只有把评价范围局限在三国这个时代里 曹操的军政能力和军事水平 才能算得上一流或者超一流 毕竟诸葛亮在初始表中这样写过 曹操至迹输绝于人 其用冰业仿佛孙吾 这也说明三国的整体水平 其实相对异不弱